Hello各位观众,我是小提琴梁sir 我今天想介绍一首我很喜欢的歌给大家欣赏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首歌呢? 因为这首歌原本是德国作曲家巴赫 即是音乐之父 他在1722年作为钢琴 叫做斯大调前奏曲 单独一条已经很好听了 而到后来过了差不多一百年之后 另外一个法国作曲家管乐 在1853年就加了另外一条小提琴旋律 在这个钢琴曲上 分开单独很好听 合在一起就更加好听 而我会先弹钢琴分开一次 然后再弹小提琴 又分开一次 然后再合在一起 再弹一次给大家欣赏 而去到最后呢 我亦都会加我自己作的一段 下去这个名曲上面 大家记住看到最后了 好吧 好 去片 好 去片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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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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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